还有这个看了蛮感慨 因为加萨现在断源残壁 已经四万多人死亡 然后你说缺水 缺电 缺食物 缺药 什么都缺 但是一道光照进来 看了这个新闻 又温暖又难过又感动 为什么 加萨还有的几道光 是因为他们之前装了 中国的电斧板 中国电斧板大家知道 这个行销全世界 那现在只有装光屋顶电斧板的 才有照明 所以到了晚上 还是勉强能够找得到路等等 就是靠这些光屋板 在加萨你现在不靠这种太阳能 发电的话 你的所有的能源设施 大概都被打烂 所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可以发电 所以这是唯一可以的发电方式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的处境 真的是很让人觉得无奈 那老实说加萨的战争 早就应该打完 以色列早就已经打到他的目的 那可是问题是以色列 要的目的根本不是他对外宣称 他真正要的就是要把加萨这些人赶进赶绝 把他们全部赶走 所以国际社会真的能够接受这种状况吗 他现在还在那边到底在干嘛 现在哈马斯已经讲了 谁接近 你只要打到接近我 我就把人质干掉 那这是对的吗 就是一定要演变到这种状况吗 你们到底是在救自己的民众 还是在害自己的民众 实际上以色列这几天一直在示威抗议暴动 因为这些家属跟国民也受不了 所以英国突然醒了 英国其实不是突然醒 英国是故意的 然后想你到现在才说 我暂停30架武器出口许可 做做样子而已嘛 英国就是 我跟讲英国就是一个很假掰的国家 你知道 就是你如果真的这么有人道主义者干嘛 你早就应该停止供应以色列了 你打到现在都你要结束了 你才故意再讲这几句话 而且他只是这样讲 他真的会这样做吗 那就是两回事 所以我老实讲 光是这个加萨战争 你已经看清楚西方这些国家的嘴脸 每一个都满口仁义道德 那真的要去扛责任的时候 全部都散得远远了 英国现在就在推卸责任而已 他只是为了将来跟大家讲 我没有一直帮他 我有制裁他 就是这样子而已 给我个记录 你等到人死光你才讲这个 有什么用 他是最老牌的政客 对啊 英国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这么假掰的一个国家 老实讲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要期待英国真的会 做什么人道主义 真的去帮什么忙 英国就现在 老实讲大英帝国早就没了 现在的英国就是一个 靠美国趁饭吃的家伙而已 好 所以这个黑暗跟光芒 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 7-11太方便了 台湾很多民众 像我同事很多三餐都在7-11解决 吃的喝的用的都是 那它是算是日本的国宝 那现在加拿大呢 我们看到可能要买 这家公司大家可能买陌生 但它其实就是OK便利商店的母公司 OK好像在台湾的营运效率 没有这个7-11这么好 但是加拿大要把日本的这个国宝要买掉 当然目前还没有成 如果成的话它就会是企业收购日本史上最大规模 但连国宝都要卖 然后粮食出现了危机 连米都有问题 帅将军看日本怎么了 我想日本自古以来 它的米产量就不是很丰富 因为它的纬度比较高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让它的粮食有足的话 它到台湾来 逼迫台湾老百姓种蓬莱米 来补足它的粮产不足 偏偏日本又是一个极端的米食国家 它的军队的军粮 就一坨饭里面加个化煤 这什么都没有 小军跟那个带饭也是这样子 对 它就是就像我们的那个糯米团一样 它连菜都没有 日本它的现在这个农产品 因为现在天气又变热 它的稻种不适合这么高热 所以它能够周转的量就很少 所以我跟你讲 中国大陆很早以前就知道 中国也是不是一个量产很丰富的国家 所以拼命在外面进口 大量的跟美国买 跟俄罗斯买 跟很多国家买 可是日本它的经济能量不够 它并没有为这个事情好好做准备 7-11我到日本去看过 那个比台湾的7-11 那个便当摆出来真漂亮 对 真漂亮 食于大洞 对不对 那我看了 真忍不住说试试看 到台湾来 你看台湾很多人一家三口 天天就在7-11 三餐就解决了 7-11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 何以落到今天被人家外国收购 那日本的经济的确是很衰败 所以这个米 它的政权就很危险了 老不信没饭吃这个也很严重 你要叫他强迫他吃面 吃馒头 就跟我以前在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讲 我以前当连长的时候 那个山东老师官跟那个广东的老师官 就会有争执 一个吃面 一个吃米 一个吃馒头 一个吃饭 所以这个东西对日本来讲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危机 一个危机 经济上也不好 连米食都不够 这个民生大众反应是最快的 对不对 那我在美国吃到的米是吗 日本农夫到美国种人 那康乃兴牌子 对不对 所以日本本身农产品并不太够 因为它的地形不太适合 对 我补充一下帅将军 7-11其实最早是美国公司 1924年就在美国成立 那1991年才被日本买走 那我们台湾是同一企业拿到台湾地区的永久授权 所以不管它怎么买来买去对我们不生影响 那现在有加拿大公司买回去 那等于再次回到美家 因为身边最庞大的分店 其实只有在美国 加拿大 澳洲 台湾 中国大陆 日本反而有太多竞争力 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其实日本比较大的是全家 对对对 反而是 但它在中国大陆我觉得发展也没有很成功 因为中国大陆有太多竞争品牌 对对对 你讲的没错 1977我在美国就看过7-11 对对对那是1991年才被日本的公司买走 没关系反正美国的卖出来 然后加拿大也是美国的附属国家再买回去 物归原主 他过去碰到在日本碰到很多困难 因为日本高龄化 很多都是退休 开家7-11 但7-11要24小时 没办法 后来就夜间不营业嘛 那当时跟总部造成了很大的冲突 有没有 那现在到日本真的 因为我前阵子去 真的有很多家7-11是晚上不营业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跟这个台湾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米的问题喔 吃日本人大概不晓得口味喜不喜欢喔 很根本不晓得 我们台湾的囤米可能是亚洲最多的 台湾的囤米 囤米是亚洲最多的 你是看那个农业部农委会啊 我去看过那个仓库啊多得不得了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因为我们台湾从蒋介石以来 为了维持 为了维持 这个大家不要挨饿 所以他就采行一个 所谓的保证收购政策 反正你农民就尽量种 消不掉 所以居然就吃沉米 对对对对对 这是长虫的那种 还没有吃到那个老旧沉米 因为我们很多的沉米 通通丢在那边烂 真的是如此啊 这农委农业部人很头痛啊 到处盖仓库啊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米价 不太容易波动 跟这个有关系 只要说你稍微波动一下 就倒出来就倒出来 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们维持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啊 东南亚国家只要米生产过剩啊 就要运一点给台湾买 所以哦 基本上我们那个 泰国啊越南啊柬埔寨 我们都有买 反正就是我们要设代表处嘛 那日本为什么不买 日本为什么不买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米没有日本米好吃 对日本米 嘴巴比较坏 吃米吃了几千年比较貂嘴 比较貂嘴 对不对 所以 如果日本人这个嘴巴不要那么挑的话 我们台湾藏库有很多 你不用挨饿 不用挨饿 所以这个看来就很惊讶 台湾有事 日本人会饿死 应该就想 台湾有米 日本就买来买就不会饿死 所以不可思议 就是说这个 粮食安全是国安的一部分 那战备存量也很重要 日本要至于成为正常国家嘛 都要搞军备 但是最基础的 他们政府也不投放储备米啊 他们政府应该有投啦 但我所知道 台湾存米可能是世界数一数二 都怪蒋介石 怪老蒋 老蒋用那个李连村 李连村对 那个时候米囤了很多 所以李连村从一个小小客员 能够升到局长 对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部队都在吃陈米嘛 对啊 我们也都吃陈米 我们农村都吃陈米 新米都拿去卖 小时候的陈米会有米虫嘛 有有有 所以塞一塞就可以啦 但主要应该还是没有俄乌战争的关系吧 俄乌战争因为日本的肥料涨嘛 天然气的涨 所以农产品的价格就上升 可是他们也没有保证收购制度啊 乌克兰出是麦子不出米 对对 他们这个没有保证收购 所以难免日本这时候会缺米啊 再加上天气炎热 日本的米是属于寒带米 他天气炎热生长的效率不好 不像东南亚或台湾的米啊 天气那么热照常生产 所以我们还可以二收三收 对对对 所以日本怎么了 对不对 一个这个基础的粮食都不够 那另外一个就是国宝级的7也碰到了危机 对 coff联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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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